我是陆云一,你们也可以叫我Devi 我是Diary Part 2的学生,这是我们翻译业的展示 这个故事是讲述在这洋雨天际,光明,心灵就崩坏的 天上就落下一个星灵碎片刚好,被男主剪刀 世界就陷入一片黑暗 邪恶势力就打算制造一个黑暗星灵来一同天下 然后男主角就必须要集结各个种族来对抗这黑暗势力 有关灵感来源,西方有很多种不一样的神和魔法 然后我们也查到有一些非人类种族 例如说受人 我觉得如果一个平凡人去对抗神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Kran他是一个邪恶反派首脑 我想他处在一个紧张的战斗中 然后他摧毁了主角的家园 他准备发射他手上的火焰来攻击军队 来表示他是一个很邪恶的人 有关 Dark Star Spirit 他是一位恶灵 然后他会吸食人类的灵魂 我想他在画面中是一位令人畏惧 无人能抵的一个角色 有关 Splash Out 的挑战 在这两张 Splash Out 上 我面对如何设计出有故事性的场景 和如何营造出有氛围的故事场景 为什么选择画 Illustration 我自己很喜欢吧 我喜欢的东西 画成一幅画 然后在这画画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很有趣 所以我选择画 Illustration 我来读打赛前后的想法 我本身就很喜欢画画 然后我也想要学比较专业的规划技巧 所以我来就读打赛 就读打赛之后的看法就是 我学到了我之前没有学到的技能 例如说我学到了很多软件 有软件 有PSR AI 还有 E-Design 然后我也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美术 然后我有很多不一样的体验 我觉得南万的时刻就是跟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学画画 一起请教老师 然后一起进步 我觉得就是因为朋友 所以才有比较有趣的时刻吧 我想要感谢我的家人的支持 还有Latural的教导 最后就是同学们的鼓励和备办 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去搜寻我的Instagram Twitter 还有Facebook 谢谢你们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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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